伦敦桥倒塌计划 一个准备了60年的专门为去世的英国女王定制的白是一条龙计划正在实施 2022年9月8日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与世长辞 对于英国来说这既是一个不幸的事件 也是一个硬气事件 因为女王既是英国的国家元首 也是所有英联邦国家的元首 她的去世必然是一个重大的外交事件 而各国除了发来炎店之外 许多政要或代表也会齐聚伦敦 根据英国公布的计划 女王的葬礼是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的 不过正式的葬礼是在9月19日举行 在此之前 各国政要想在英国伦敦集合 届时需要乘坐 大巴车前往教堂参加葬礼 而这也让一些外交官抱怨安排的不妥当 但这样的安排并不是因为英国应对女王去世比较仓促 而没有计划而导致的 恰恰相反 英国针对女王去世 竟然有一份制定了60年的应急运案 包括了女王从去世到葬礼的重大事件 都有合理安排 就是为了防止女王突然去世 那这究竟是一份怎样的神秘计划呢 早在2017年 英国卫报就曝光了这个计划的部分流程 而女王甚至曾经还参与过葬礼的彩牌 可能英国人并没有忌讳这一说法 也可能是女王的去世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 不可掉以轻心 毕竟英国的公务部门办事向来不太靠谱 所以制定了一份详细的计划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只不过这个计划先是被英国卫报曝光 经过修改后又在2021年再次遭到美国媒体曝光 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密 计划文件的曝光必然带来一些安全隐患 也不知道英国的保密工作是怎么做的 这个计划被称为伦敦桥计划 而伦敦桥也被用来代指英国女王 伦敦桥倒塌的意思就是指女王去世 目前这个伦敦桥行动计划中的一些流程正在进行当中 让我们来看看哪些已经发生 还有哪些将要发生的事件 英国为应对女王去世近在60年前就制定了相关的伦敦桥行动计划 如今随着女王的去世 该项计划的具体方案到底是什么 伦敦桥计划的具体方案是 医生确认女王正式死亡之后 将会由女王的秘书通过秘密邮件的形式 最先传达给首相 使用的便是秘语伦敦桥倒塌 不过随着计划的曝光 谁都知道这是女王去世的意思 尽管不知道后来有没有更换秘语 但是现在来看英国首相在9月8日 女王去世时是收到了准确的消息的 而这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 毕竟今年3月女王感染新冠病毒时 也曾研制凿凿的传出女王去世的消息 之后英国政府和军方也收到了女王去世的消息 紧接着英国外交部将女王去世的消息 首先通知给英联邦国家 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 之后在白金汉宫外贴出的女王去世的补告 第一时间向民众传达的消息源 不过更多的是知道这个消息是通过各路媒体 其中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主持人 就身着黑色西服打黑色领带 在节目中插播了女王去世的消息 之后所有节目都被暂时停止了 英国民众也得知了接下来为期10天的国丧期 而在这一系列消息传播的同时 白金汉宫和温莎城堡 以及英国国会大厦的英国国旗将半起致哀 由此可见 英国女王去世的第一天和第二天 政府主要是发布各种消息和接受 回复各国的盐店 紧接着继承王位的查尔斯王子成为国王查尔斯三世 他于9月9日晚发布了电视讲话 悼念母亲伊丽莎白二世 与此同时 英国女王的悼念仪式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 9月10日查尔斯三世正式宣誓成为英国国王 查尔斯三世成为英国国王 但女王的葬礼还没有举行 英国准备了60年的伦敦桥计划中 女王的葬礼又将如何进行呢 根据计划 英国女王的灵鹫车队将在英国进行全国巡邮 以供英国民众送别悼念 9月14日 女王的灵鹫则会被运往威斯敏斯特宫 并且会在这里停放数日 而英国女王的葬礼将在9月19日 在旁边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 在此期间 民众将有机会前往瞻仰和悼念女王的灵鹫 每天的开放时间是23个小时 这里也就相当于女王的灵航 在此之后 还将会举行女王葬礼的彩排 重要的官员都会到达参加 这也是葬礼前重要的一项活动 目的就是为了确保葬礼可以顺利进行 葬礼当天 英国会全国放假一天 所有店铺都会歇业 上午9时许 大本钟会包上皮革敲响 沉闷的钟声 用以祭奠女王的去世 11时许之后 女王的灵鹫会运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正式举行葬礼 见识道路两旁 所有行驶的汽车会停下 所有的民众也会集体默哀 举行完葬礼之后 女王的灵鹫会在卫兵的护送之下 前往温莎堡安葬 而女王的下葬仪式不对外公开 女王的葬礼结束之后 为期10天的国葬期便结束了 但是根据9月9日 白金汉宫发布的消息 英国王室的哀悼时间还会再延长7天 到时英国女王的葬礼会引来各国政要 前来调研 可见英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了 但是这也许是英国最后的荣光 因为更多的人或许是看在女王的面子上 首先一联邦国家内部就出现了问题 英联邦的成员国 安提瓜和巴布达在查尔斯三世登基后 便明确表示 接下来将举行全民公投 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 而澳大利亚 新西兰这样的大国 也没有明确表示不会脱离英联邦 更严重的是 作为英国本土的苏格兰和北爱尔兰 也正在酝酿公投独立 不知道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 将会最后面临怎样的局面